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安 弟兄姐妹感谢神的恩典 每一天打开上帝的话语 你就会从其中领受属天的奥秘 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读三十三篇 我们从十二节开始读 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 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 耶和华从天上观看 他看见一切的世人 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 地上一切的居民 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 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 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 勇士不能因利大得救 靠马得救是枉然的 马也不能因利大救人 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 而仰望他慈爱的人 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 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 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 他是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盾牌 我们的心必依靠他欢喜 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 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 向我们施行此爱 弟兄姐妹这篇讲到 他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 那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 那弟兄姐妹 那这个以耶和华为神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要爱神敬畏神 以神为大 而做神所喜悦的事 神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是我们的根源 他是我们的保护 他也是我们的供应者 他也是我们的医治者 那弟兄姐妹 当我们把神摆在我们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位置上的时候 那他说 他说那个国是有福的 那弟兄姐妹感谢甚 那这个国 也许你就说 那国跟我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 你在台湾这里 我们这个冠状新冠的病毒 这么厉害 可是在台湾好像就没有事情 出去了就有事情 你看很多人在台湾没有事情 跑到这个出国以后 就在当地就被检验出来 他们是有问题的 但是弟兄姐妹看在这里就没有问题 如果你是在美国 或者你在意大利 或者你在别的地方 或者你在巴西 那就很可怕 就很可怕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在哪里是很重要 弟兄姐妹 国是很重要 这国有没有福 是很重要 这个国如果没有福 那我们就会在各样的灾难的里面 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祷告 为我们的国家祷告 那我1981年到美国去 我就看见 我说哇 我没看过一个 那时候美国真的就是正公康太 这样讲 或者说他们真的是风调雨顺 那没有任何的天灾 也没有任何的人祸 那帝王姐妹看见 美国真的是大蒙恩惠的一个国家 那但是过了几年以后 雷根 当老雷根做总统的时候 那时候自由派的 就有些参议员 他们就通过了一个法令 就是教会要退出学校 就说不可以在学校里面 他们就不在 他们原来在学校里面 他们上课第一件事情 是先祷告 然后才开始上课 那他们每一个礼拜 都有读圣经的事件 但是现在什么都不可以 而且在学校里面 也不可以用学校的 这个学校的教室 什么来办 就是来办什么 读经的小组 什么都不可以了 教会要完全的退出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后来我就看见 美国人几乎从那个时候开始 没有一年 没有一年 学校不发生枪击案了 哇 弟兄姐妹真的 有时候是很严重 有时候就是 有时候就是 就是死了十几个人 都是学生 甚至有些老师 也在枪击案里面被杀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美国越来越不行了 哇 那个天灾人祸 哇 不断的在里面 原因是什么 弟兄姐妹 不是神改变的 而是人改变的 这个国家 离开了神 这个国家 就往堕落的方向直奔了 所以整个 这个美国不再是一个 毒强的一个国家 那虽然现在看起来 他还是很强 但是其实 他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连5G 他做书 做书 做书 中国 那然后现在 就用想尽办法 他说 这些基础都是我打的 所以他就把所有的基础 通通都不容许别人来用 那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美国其实 他们他会做这些事情 以前他们不会 因为他认为 这个没有一个国家 他是第一名 然后第二名 离他很远的人 那原因是什么 因为原来他们是 以上帝做他们的神 所以他们的 只有在全世界 美金 只有美钞 上面写着 In God We Trust 就是我们相信神 所以到今天为止 这些基督徒 只有这一张 这种超 这个美国的超妙 通行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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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人民币也很厉害 但是他就没有办法 为什么 弟兄姐妹们看见 都跟谁有关系 跟上帝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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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惜 美国不再是 以上帝为他的国的 虽然 他们百分之四十的人 百分之六十的人 都承认 他们自己是基督徒 可是他们 他们并不走神的路 他们的人生 并不以耶稣基督 做他们的概概 圣经不是他们的概概 我求主 怜悯我们 弟兄姐妹 多行不义 就必自毙 今天台湾政府 也去通过 这个同性婚姻的法令 那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就看见 其实 这些东西都是 上帝不喜悦的事情 那今天 这个台湾蒙保守 其实是因为 我们看见 台湾的教会 开始起来 彼此同性合一 彼此同性合一 来兴旺福音 这几年 这个教会的祷告 不断不断的加添 祷告的火力 越来越旺 求主恩待祝福 那我们看见 教会 很多的教会 都开始传福音 连很多比较传统的教会 他们也愿意开始 接受圣灵的大能的工作 他们为了要去得人 他们要去改变 所以弟兄姐妹 就看见 台湾在某一方面 台湾之所以能够保守 弟兄姐妹 不是我们比别人更好 乃是因为 教会开始传扬耶稣的福音 那神就来恩待联名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以耶和华为神 那果是有福的 弟兄姐妹 不是以耶和华为神的 那家是有福的 弟兄姐妹 我们的家 是不是以神为我们的神 我们也可以说 以耶和华为神的 那人是有福的 弟兄姐妹 你承认神是你的神 弟兄姐妹 你遵行他 爱他 敬畏他 把神摆在你生命当中 你所有的事情考虑 你把他摆在第一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一生你就在上帝的面前 你的家是这样 你的家 就会要一生 都在神面前蒙福 那接下来 他说 另外 他说 那福 那果是有福的 上帝说有福 就一定有福的 他为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 那名是有福的 弟兄姐妹 谁是他所拣选呢 弟兄姐妹感谢神 就是我们这些 以神为我们神的 为我们的神 以他为我们的 我们生命的 以神的 依靠的 我们所寻求的 我们所等候的 弟兄姐妹感谢神 这样子的人 他就 我们就会成为 他的产业 上帝没有 没有拣选 他拣选这个人 不是的 我们拣选他 他就拣选我们 我们就变成 他的产业 各位弟兄姐妹 他一定会眷顾我们 所以无论在 怎样的环境里面 不要害怕 不要担心 我们的神 必定保守看顾我们 阿们 上帝赐福给你